本節目不推介任何股票 台股今天再創新高 你準備好了沒有 準備什麼 整倍要賺數倍的股票 也就是說要賺好幾倍的股票 你整備好了沒有 來我們先看大盤 今天大盤再創新高 18099 量能只有2364億 所以這個盤是 經經漲的格局 不會一下子就2萬點就漲完了 可是我認為未來三個月的時間很有可能就這樣子 量價背離量價背離量 沒有這裡18000點前破18000點的量 只有兩三千億的量 但是它也會經經漲 所以這個行情 不但非常難操作 其實應該講 其實很好操作 那很難操作的原因是 各位投資者 你可能不適合 這個盤 我把它界定叫 守租代兔盤 你注意看有很多股票 今天漲停的都是莫名其妙 然後好像整幾段時間它突然衝上來了 那它可能漲個三天五天 那就結束了 那就輪到 別個族取到北一檔 所以什麼叫倍數股 好我們再看一個來 這叫台積電 請問 這裡叫235 這裡叫679 其實我用的是日線 好我們看這裡 看夜線 來 各位大盤從 來你看生技股的高點92點這裡 同一個時間 好大盤是7627點 那這裡的時間其實就是 前一波105年的時候 104年的時候 104年年底 我為什麼一直要講104年年底 因為如果你股票市場 你的資歷 你在104年以前到現在 假設你做了股票10年 我相信你看過 當時的生技股 浩頂755 基亞400多塊 也就是那時候大家是認同生技股的 後來因為 政治因素也被打壓 所以一直到現在已經過了6年了 生技股就一截不振 好我們看一下來 大盤在7627點 漲到18,099點 各位你看就知道漲了1萬點超過了 而且大盤還會再漲 這裡叫7600點 漲到18,000點 我用的圖都是同一個時間 好也就是104年離現在6年了 好這台積電 130.5到679 台積電如果連洗 配洗配股都算的話 足足漲超過6倍 6倍 好那洗我不算 我就用洗你看得到了 來 也就是假設你有650萬 買50張嘛 好 你在這裡 也就是你將近就3800萬 所以我剛剛所講的倍數股 並不是我亂吹牛 你看台積電 你看得到的 台積電 你拿650萬去買它 結果來 679的時候你就變成3800萬 而且有可能台積電還會再漲 但是你現在如果去買它600塊 請問 它就算漲到700塊 你才多少 那你如果是買在130 它如果漲到700塊 那對買130的人 那就很多啊 它只要隨便漲個100塊就是一倍了 就將近一倍啊 是不是 所以我剛剛所講的倍數股 應該這樣講 各位好好去慢慢的去思考 你這輩子還能再碰到幾次 像這種台股這種 我說行情一片大 我可能累積了30年的能量 難得因為 整個國際的經濟狀況有改變嘛 也就是台股的錢 從中國撤出來以後 甚至其他國家的錢往台灣來 所以台灣的錢會變成 這30年來最好的榮景 那這個榮景能多少 我可看得到 我看得到的就是未來三個月 那未來三個月以後怎麼樣 再看嘛 那不能夠確定 反正未來的三個月 就到明年的第一季 這第一季 如果你能逮到 有可能就是倍數翻好幾倍 所以我不斷地都用同樣的論調 在跟各位講 也就是說今年啊 包括去年 你沒有賺到錢沒有關係 你輸的也沒有關係 不要急 單顧就你會 算到沒就你會 但是不要急就是 不要今天買這個 明天買那個 你就一直繞繞像五頭倉也一樣 行情過去了 你賺到的 就算你賺到也是 銀頭小利啊 你要的是數倍 好 那台積電都可以在六年的時間 漲超過六倍 好 這大盤漲了超過一萬點 好 叫升級指數 各位 同一個時間 升級指數是92點啊 啊 現在才這裡啊 現在才六十幾點啊 而且 而且大盤一直往上哦 升級指數不但沒有往上 而且還下來到腰斬 那當然他回到這個中間的 中間指的位置啊 那中間指的位置 台積電已經又拉上去了 大盤也拉上去了 它仍然停留在這裡 那我剛才所講的是 三十年台灣累積的這些 我說升級能量也好 或者是 即將要開發結果 叫開發結果就是 有很多升級股 它莫名消失衝上來了 拿到藥證也好 拿到潛力精也好 尤其是最近這一兩年 來 我不斷 我為什麼不斷來 我為什麼不斷拿藥還藥 各位 我說你來到一檔藥還藥 今年的 11月12號禮拜五 108塊 也不夠五個禮拜的時間 最高422 我們總把它截頭棄圍 你100塊到400塊 五個禮拜 你也不要想說五個禮拜 假設 或許有下一檔類似像 藥還藥這種股票 但是它可能時間 不是五個禮拜就結束 它可能一兩個月 可是也是四、五倍啊 藥還藥都可以了 台灣的升級股 比藥還藥好的股票 還有 並不是沒有 所以各位再看一遍 假設你要數倍翻的股票 你想 你要再買台積 假設是台積電這個邏輯 你買台積電 請問你會不會再賺一倍 我常用台積電來講 假設今天台積電600塊好了 606 那我問你好了 你想一想 台積電會不會變成1200塊 各位去想 會不會1200塊 各位去想 沒什麼可憐 對不對 但是台積電的危險 我就說你買它可能不會賠 有銀頭小利可以賺 可是你要倍數彎 像台積電這種股票 譬如台積電 譬如航運股 鋼鐵股 這些已經漲了 有了漲十幾倍的股票 請問 你現在去買它 那 在高點偷住的人 就在等你買它嘛 丟給你嘛 那現在什麼股票沒有 也就是最冷門 最沒有人要的就是生技股嘛 來 你要生一股 最沒有人要嘛 也是最冷門的嘛 然後呢 最沒有人敢買的嘛 所以你要逮到 那個不是一直漲停的 是漲停嘛 類似像這樣子嘛 從100 到400 其實從100到400 也不是很多啊 我說以台積電來講 它從130到679 這樣也是 看到 你看到 你看到帳面上就5.2倍 不含佩席 假設連佩席都把它算進去 是超過6倍 因為這是6年 所以為什麼我就拿 浩頂給各位看 我再給各位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浩頂在104年 其實這個104年就是 當時的生計值是92.01 好 那 生計值最低達到45.04 現在來到66 那當然 浩頂就上不來了 為什麼浩頂上不來 因為他沒有成功啊 他沒有成功啊 解盲沒有成功啊 他算一半而已啊 我所謂的成功就是 他 FED會給他藥證 那叫成功嘛 或者有人用 譬如說跟你 合作 或者 要你的 授錢給他 專利給他 你就拿到授錢金嘛 浩頂是沒有成功的 可是當時 755塊 因為市場認同 你只要成功 我就給你這個價錢嘛 所以各位 我為什麼 不斷拿藥啊藥 藥啊藥因為他成功啊 結果他其實他官司很多啊 從108到422 那一定有這種股票嘛 好 那再來呢 我說的併過 或者是全力金在這裡呢 你看輝瑞 輝瑞併過這一家 競技場 制藥 他是用67億美金哦 67億美金 各位應該應該有概念嘛 67億美金就台幣1800億 台幣1800億的概念什麼 好我們用浩頂來講好了 浩頂好了 浩頂才不到20億啊 對不對 也就是 你用 你假設浩頂被用6.7億去併 他的 假設他用100塊也好 等於他才190億嘛 假設 這樣算 他的 他的市值差不多200億啊 類似這種概念 人家隨便併的話 就是 假設是浩頂 那浩頂股本算很大 19.9億算很大 然後 人家併你 是你股本的 用1800億去併你 那你現在市值才 200億啊 對啊 200億啊 200億出頭 那用9倍的市值把你併掉 當然不是講浩頂 而是說 你只要 你有東西出來 或者你成功 或者你是 國門特區 或者你專利很多 來 所以這些美國大藥廠 隨便併 而且他併了 你看 這一家經濟廠 才 最高銷售額 才達到25億美金 人家就用67去併 那 台灣的生技股 我說一定還會有 像要要這種股票 那重點就是 如果你 你今年跟去年 你都有參與 股票市長 從 再講一遍 大盤從 我們不要講7000多 從這裡的8000多 這叫8000多 好 我們再看大盤 從去年的3月15號 8523點 去年3月19號 去年 漲到18000 也是漲了將近1萬點 對不對 去年的最低點8523 漲到今年的現在 大盤中漲超過1萬點 那 你都有參與 1萬點 你只有這5分 你都有參與 對不對 你賺多少 你告訴我 你賺多少 你如果你賺的比大盤少 所有大盤少 各位大盤是一倍 18000到8500 是不是一倍 也就是你的財產 是你所有的財產 不是說 老師我也有做一支高票 我有賺一倍 結果那支高票 佔你的所有資金比例 百分點搞不好不到10個person 連10個百分點都沒有 你其他只有10個百分點 那當然你賺的一點點而已 有很多人都是 譬如說有1000萬 這一兩年下來賺個 將近100萬 100萬上下 哇好高興 可是你隨便比 1000萬變2000萬 2000萬變4000萬的 比比皆是 所以未來剩下 明年3個月是最黃金的 你要搶錢就是3個月 不是搶紅包 是搶錢 搶財富 所以為什麼我一直告訴各位 最有機會的叫生技醫療 那再講一遍吧 如果 大盤 你說如果你做股票有風險 請問生技股票 生技股票一定風險最小嘛 因為它根本沒漲嘛 所以 因為說你在你的風險 可能是有限 可能你離那個可能是3倍 或5倍 是不是更多 所以這種股票 台灣來說 台灣不斷會再出現這種股票 其實今天 有一檔新貴股 也是漲了2、30個person 類似這樣的 什麼樣的股票最有機會 而且它必須要有附加的 我常常在講嘛 王子復仇器 總要還給人家公道 那類似這種邏輯 有沒有 好休息一下我們再講 我們就要有機會 的話 我們就要找到 我們就要有空的 第1回合 我們就要找到 大盤 我們就要找到 大盤 所以我們就要找到 我們就要找到 大盤 大盤 這邊 我们立足台湾 放眼世界 每个数字的跳动 都是金流 人生每一步 都是投资决定 与非凡商业台 并肩作战 才能看得更远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全球新观点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非凡新闻通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周一至周五 晚间八点到十点 股市现场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非凡商业台 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 锁定非凡 掌握未来 平安 本節目不推薦任何股票 那我講的數倍股要漲好幾倍的股票 一定是都沒有漲的 人家沒有注意的 好 我們再看一遍 我說從大盤來講 大盤從7627漲到18099 漲超過1萬點 漲超過1倍 1.5倍 台積電這麼大型的股票 可以從130漲到679 漲超過5.2倍 贊面上你看到這樣5.2倍 連息都加進去 配息也加進去的話 是超過6倍 好 那升級股同一個時間 台積電130它是92 結果台積電已經來到679了 它連92都沒有夠 而且只在這裡一半而已 這叫66 同樣大盤也是啊 從7627已經漲到今天再創新 18099了 結果生計指數的大盤 還停留在這個位置 那我不斷地告訴你 譬如說藥還藥 我再拿藥還藥給各位看 因為一段一段時間都有 藥還藥今年的11月 短短5個禮拜 就跟你從108漲到422 那我說這種股票會不斷再出來 我們再看今天一檔股票來 這檔股票叫漢達 6620的漢達 你看到就知道了嗎 今天喔 今天漲了26.27個person 看到喔 26.27個person 其實喔 最高點還不止啊 因為最高點在725 看到喔 今天說法是622 這還多10塊耶 這10塊 10塊總共10%耶 10塊是超過10%耶 所以各位 你這樣看是不是 來 你看他漢達 你看這裡喔 看到這裡是23.5 這才多久的時間而已 5月底啊 這23.5啊 我說販貝股會有很多喔 你看5月17啊 今天最高725你把它乘以3 23乘以3也不過才69啊 今天最高已經72.5了 那請問 5月17到現在12月17 給你3倍值得嗎 花得來吧 所以我說未來三更 你只要好好鎖定生意股 有特定的生意股 你把它鎖定 第一個 你的風險一定很少嘛 為什麼 因為整個生意股都沒漲 他上去就可能有好幾倍嘛 所以為什麼我 我用這個 浩鼎的概念給各位看 我說浩鼎當時104年 市場給他755塊 也就是當時大盤 升級大盤是92點 好 那因為浩鼎沒有成功 那我們就不贅述 他沒有成功嘛 好 那大盤是92點啦 現在大盤還在這裡 那你想有什麼股票如果成功呢 對不對 沒有漲不成功也不會 應該講風險的有限 因為沒有漲風險的有限 不像浩鼎是漲到755了 才不成功嘛 好 那為什麼用這張股票 因為我說這裡是大股東 轉讓1000張 原始的創投轉給第一任的董事長 那第一任董事長他幹嘛要1000張 原始董事長他本來就有 他為什麼還要再增加1000張 就是怕股票漲上去嘛 到時候買不是更高嗎 好 那我這裡花100給各位看嘛 也就是他掛牌的第一天最高107 那這段時間都在這裡 各位 這裡是10月1號 今天已經12月底了 就在這裡整理了這麼久 然後我說這條線就是一個多空線 好 每次的回測又是提供一個很好的機會 所以他為什麼大股東在這裡 要再增加1000張 好 那現在又回到快進這個價位了 好 量 各位 今天的量也收到剩下621張 我說懂技術指標人都知道嘛 這100塊的這個量 跟這裡94.9的量 94.9的量 其實已經把這裡的量消化了嘛 那為什麼他還在壓在這個位置 其實股票市場很簡單 有一句話叫量縮不跌 量縮價穩 如果量縮下來了 股價穩 我們所謂的穩就是 他的震盪幅度大概在 譬如說每天的震盪幅度 大概在2%3%震盪 然後量縮下來 這代表沒有人要賣了 而且有可能就是隨時都有可能有利多出來 那這個利多出來就是 來 沒事講利多 我都 我一定要講在前面嘛 我說當你看到利多的時候 請問你如果不是在11月12號前去買 要啊要 他12月12號公佈利多的時候 根本就來不及嘛 為什麼 因為他跳上去是天天都跳空漲停啊 連續5天都跳空漲停買不到 跳空漲停我們不要想說 你不要僥倖買到 因為投過老師的伎倆就是 第一支漲停他就叫人家去買嘛 然後有沒有買到你家 他就開始講就是他的嘛 那種是買不到的 你應該是在海美跳空漲停前 你就買好嘛 你跳空漲停你去排 你能排幾張 就算你排到可能一張啊 你要買個100張只能排到一張 那有什麼好高興的 有沒有 你想想啊算了 上去有算就跑了 因為一張對你來講 你有一百張的 你有一百張的量 你有一百張的身份 你買一張 你剩下是可以買一百張 結果你排到一張 你覺得這樣很爽嗎 乞丐才會爽嘛 你一張你不是要去吃 所以你要就在這裡就買滿了嘛 我說你要好好 在沒有漲以前 你就要把藥花藥買好 然後他再上去 好 那我為什麼用這個 我說這段時間 他都沒有漲 而且在這裡盤 好 那重點在哪裡 重點在故事嘛 我剛剛在講故事嘛 來看這裡 你剛剛看到的 糖跟蛋白質核酸是人體的細胞的三大分子之一 好 那翁啟衛先生 耗費了三十人時間成功開發 潛進了核程方法和工具的研究 也就是糖分子 可是你看到的耗鼎 當時的755是因為 翁啟衛先生的團隊 翁啟衛先生他發明了癌症 那癌症的用藥 也就是他一個發明 所以等於是記轉給浩鼎的醫師 浩鼎就去做所謂的 我們叫做一期兩期的人體試驗 後來效果沒有那麼好 翁啟衛一個專利就可以755 那翁啟衛的一輩子 你認為這價值多少 翁啟衛先生三十年的時間 就專門研究糖分子 我們再看這個內容 最重要的那一句話 這是美國MIT 麻省理工協議員的教授 跟翁啟衛講的說 最不容易的就是糖分子的核程 那最不容易就是最好的機會 而且糖分子的核程 我說美國都不相信做得出來 這樣講 所以不相信做得出來 就是你小量的核程做得出來 可是中間研究員就是翁啟衛團隊 他是有辦法一鍋式的核程 而且是可以大量做 而且價格低一點 那這裡面糖分子當然有很重要就是 跟每一個人出生的血型有關係啦 還有心療還有疫苗 還有跟癌症的治療契機 所以翁啟衛先生就會從阿滋海默症 還有癌症這些最難克服的疾病走手 那這一家的嫡系 也就是翁啟衛先生就是跟這一家 也就是他的發明 有很多已經寄轉給這家公司 也就是我常常在講的這家公司 今天說完831 那既然這麼多 我們講說已經克服了 連美國都沒有辦法做出來的 所謂糖分子的核程 那專員就跟翁啟衛先生 他們做出來了 而且用在疫苗上 我已經給各位看過很多 連氣糖化的mRNA疫苗都做出來 而且效果非常的好 那你做出來在等什麼 那叫等代價而沽 因為畢竟台灣的人口少 所以一定會有 我說為什麼用這一張 我說輝瑞收購 收購經濟廠資料 就用67億美金來收購 那我們不講收購好了 那如果有人家來跟你 要你授錢專利 對這些譬如說對輝瑞 或對BNT輝瑞 或是對莫德納 或對嬌生 他們都是好幾千億市值 好幾千億美金 他隨便用幾十億 跟你要你的專利 也就是合作專利 對他們講千而一幾 那我有時候想一想 你怎麼知道現在不是在談 搞不好正在談 搞不好明天就過了 你怎麼知道不是 如果是 如果投票人有些 就像藥花藥 誰知道他在談 沒有人 因為告訴你就是內線嘛 所以沒有人知道 他才會這樣漲 這種轉利的東西 現在我說你只要看到量 我說像這檔股票 如果量收到 今天收到很少621張 如果人家收到三四百張 而且都不跌了 三四百張四五百張 五六百張這樣 一段時間以後 突然有一天 可能你早上醒來 你早上醒來 你本來只有一棟房子 你可能變五棟房子 你想了解的 你資金比較雄厚的 想參加的 打電話 明天同一個時間 再會 本公司與所推薦 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複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 僅供參考 投資人以獨立判斷 深深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